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说 我的朋友好好吃 是谁的朋友?好好吃 123 哇,怎么封面就是什么 一只鳄鱼要吃了他的朋友吗 有那么可爱的字幕吗 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看看 好,我们一起来看 我的朋友好好吃 好,我们一起来讲 鳄鱼妞妞是个健康活泼的小女生 朋友们问她 妞妞,你的嘴巴为什么那么大 她就回答说 因为我爸爸妈妈的嘴巴也很大 可是事实上呢 哦,森林音乐会 公鸡先生全家一起大合唱 歌声真美妙 妞妞心里想 小鸡们一起张大嘴巴唱歌 样子真可爱 我好想吃掉她们呢 附近的海边 小牛是妞妞最好的朋友 夏天的时候,她们经常在海边一起玩 我喜欢 妞妞心里想 小牛从头到尾 我都很喜欢吃 嗯 牛会吃啊 她会知道吗 牛会吃啊,不是牛排吗 牛排真的 在小猪家 非常贪吃的小猪 和妞妞一样好吃 她们都很喜欢吃甜点 还一起做蛋糕和饼干 你看 妞妞心里想 和甜点比起来 我更喜欢点滚滚的小猪 看着她 猪可吃啊 我都快流口水了 猪可吃啊 猪可吃啊 可是吃你的朋友的话 你会吃吗 在花田里 有时候妞妞 会和个性温和的山羊妹妹 到花田里摘花 妞妞心里想 山羊妹妹 虽然有一股羊鲨味 但是我喜欢那种味道 今天早上妞妞很早起床 她带着妈妈 为她做的山名字 和朋友一起去交游 可是在出发前 妞妞要先吃饱 要不然半路肚子饿的话 就糟糕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她会吃她的朋友 她会安安安安安 你会不会 妞妞就说我走了 妈妈就说路上小心 哇 她的朋友已经都在她们家外面等她了 对不对 嗯 她们呼吸着新鲜森林的新鲜空气 沿着弯弯去去的小路 走了好久 到了森林广场时 大家都饿扁了 然后 于是开始 吃午餐 因为他们的午餐好多吃 那个鸡吃鸡吃鸡吃料啊 羊在吃什么 他在吃番茄 小黄瓜 嗯 哇牛在吃好大的饭团哦 鱷鱼也带了三明治耶 对不对 鱷鱼牛牛自己也带了三明治 他没有吃他的朋友 这时候大野狼突然出现了 你们很快乐哦 我要把你们通通吃掉吧 这时候 哇 鱷鱼出来了 用他的尾巴 啪哒 大喊 我绝对不准你这么做 他们都是我的 都是我好吃的朋友 然后大野狼就 哎呀 被逃到森林里去了 可是刚刚妞妞说什么 她刚刚说什么 她刚刚说什么 她刚刚说他们都是她 好吃的朋友 哦哦 牛牛心里想 哦 现在轮到我们了 她刚才说我们很好吃耶 这么说的话 牛牛不是在闻美丽的花朵 而是在闻我咯 以前她好像曾经说过 我比蛋糕还好吃呢 宝宝们快回来 现在还不能出去啊 牛牛呼喊着朋友说 大家已经安全了哦 可是他们还是很害怕 不敢出去 大家有点怀疑牛牛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只大鸟 用闪电一样的速度 一把抓起小鸡 啪啪啪 往天空飞去 她就是森林的大坏蛋 大老鹰 啊怎么办 小鸡被抓走了啦 牛牛用尽全身的力气跳起来 一口咬住大老鹰的脚 你不可以抓走可爱的小鸡 不可以 大家心想小鸡一定被牛牛吃掉了 你看大家的表情 哦 年母鸡都哭了起来了 不要再讲哭了啦 然后这时候啪啪 哦 牛牛成功降落了 而且她好像很高兴耶 她慢慢的张开大嘴巴 啊 里面是鸡鸡 鸡鸡 鸡鸡的小鸡耶 哇 是小鸡耶 谢谢牛牛 谢谢你 哇 多亏了牛牛 小鸡和大家才平安无事 虽然牛牛觉得大家很好吃 可是她绝对不会吃自己的朋友们 小猪小牛山鸭妹妹和公鸡夫妇 对于怀疑牛牛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之后他们又继续野餐 大家的肚子都饿变了 于是 把刚才吃到的一半的便当 全都吃光了 牛牛就说 趁天来前 我们回家吧 不知道今天晚餐 吃什么呢 会是吃 啊妈妈妈妈 啊妈妈妈 是你妈妈 嗯 嗯 会是吗 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我的朋友好好吃 拜拜